中方注意到美方有关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不少国家对此明确表达了反对的意见 不负责任地转让极数弹药极易引发人道主义问题 应当平衡处理人道主义关切和正当的军事安全需要 对转让极数弹药持慎重克制的态度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有关方面不应当拱火交游、激化矛盾 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